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饭店进行疏散 整场事件发生于凌晨12点40分 而当时现场仍热闹非凡 人们完全地拥抱了他们的绒毛人格 而且在一堆绒毛之中互相抓对方的绒毛 当局到现场调查怪位后 发现酒楼的空气中有着相当高比例的氯气 毛绒龙之众也遭警方下令停止守便的动作 并且立刻撤离大楼 至少19人在声称有头晕 炫目 与其他症状后遭送医治疗 技术人员稍后发现 氯气的来源是在酒楼楼梯间的一包粉状氯 当局表示 该包氯粉似乎是被故意放在那里的 也许是反荣毛组织的作为 因为这组织其实真的存在了 TOMONE NEWS原创贴图开買咯 快到LINE SOAR下载吧